欢迎收看快速玩游戏 这是一场面向所有人留意的游戏攻略节目 本期游戏为激战V 那我们在开始下一个主线剧情之前 还是要完成一张这个额外的任务 大和号成功的攻下加米达斯明光星前线基地后离开了太阳系 准备航向迎合星海这个未知的世界 那么在这里也是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支线 因为支线有一部分的话是涉及到游戏的一个剧情补玩的 包括是发生在故事线之前或者是某条故事线之后的一些事件 那这一次的话就是有关于这个托比亚 在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和号舰队之前的一个事情 得到我们这个大和号舰队之前的一个舰队 就像我们的供应该的一方面 里边提升了一个使线 在这个地方上手提升了就有没有 太多的夹象 可以收拾到一个舰队 不需要的一部分 因为可以留意 滴来个⁉岘 木星战役结束后 宇宙海盗骷髅兼兵仍持续对抗留在地球圈的木星帝国羽党 其中驾驶海盗钢弹X1的托比亚 为了替一伙伴争取脱离的时间而独自牵制着敌方部队 这一张名字叫做誓约的骷髅之心 这种就是额外关卡是可以不同不用去打的 但是打完之后可以获得大量的零件 以及一定量的GG还有GG点数 完成之后对于后续的攻略是有帮助的 但并非是强制的关卡 而且所有的这种附加的一个章节 都需要在我们的主线剧情打到一定的进度 才可以开启和解锁和开启 这一次的话直接是只有托比亚一台机体 另外就是在这种额外的章节之中 机体的改造并不会继承主线剧情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改造数 而且我们的机体在击对敌人之后是无法获得额外点数的 那么当然最应的开场就会拥有五点的一个额外点数 所以等于是一个解谜的关卡 但其实这一章这一关的话并不是一个什么很特殊的解谜 初始DV一共是有六台 后续也是有一些援军 不过这个不用关系 对方的强度跟我们还是差不多的 这也是直接开始进攻就好了 对方的这样的战略 对方的确定是好 对方的最后线 正好 但是 能不能逃算 进入到第二回合 这网就触发了剧情 接下来有一台机体过来 看外形应该是F91 但是驾驶人的话 是一个没有名字的联邦兵 当然他一直都没有名字 出现之后也迅速的成为了敌人的目标 木星帝国也把他当作敌人开始进攻 这个家伙是落单的联邦士兵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好这样我方就会新增了一个队员 同时失败条件改为任意一个单位被击坠的话 就会这个 这台F91的话能力还是不错的 可以帮助我们尽快的 尽快的把别人数量减少 还依旧是一样的 是把这些血少别人都减掉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共同行动 也是把血少解决掉以后 再有更多的一个行动 去对其他满血单位进行一切血量的一个削减 然后就让我们另外一回合 就过来把链头收割一下 那么在这个外章节中的击坠数 是不会获得任何击坠数和经验值的 所以无论谁把对方打掉都没有关系 这里的话就不需要过度的去计较 这个击坠数和经验值的分配了 当然击坠到敌人也是不会有任何资金的停一点 打不错 3分钟 就在同攻击 拱致火 暴览要動的 才能動靜止 不准的 光源動靜止 就在中央用的 但有用的 未能靠捨立的 不要動靜止 失敗 不… ガウナムの名は伊達ではないぞ いつまでも小さな星に拘る愚か者め! こちらの機動性を甘く見たな! 命中させる! 命中させる! し、白いやつめ! 狙い撃ちだ! どこを狙っている! 地球圏も平和のために! どうなっている! 押されているのか! 再次进入到我方规合 这里要注意机体的异恩和残弹尽量还是要控制一下 敌人不光眼前的这一波 后面的话还有一些眼睛 要稍微保存一下自己的一个实力 外点说这边的话用掉也无所谓 尽量的把敌人剩下的这几天进行解决掉一下 虽然说VS这个机体的性能跟我们在正片之中使用的有所差别 但是由于额外的一个额外剧情之中 机体实际上是有一些机体改造的 所以整体来讲跟别人的强度是差不多 不过毕竟F91的战士王是大众脸的联邦兵 连名字都不会拥有的角色 所以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弱 两边蔡金库卓都没有命中 这时候93对20先使用了VSPR VSPR是可以进行一个还击 也就是抢先还手 敌人的话这样场面上还剩最后一个 把这个家伙解决掉 然后就出发剧情 现在敌人再次出现一波援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联邦兵也是大概讲述一下自己的身世啊 但是依旧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 但是这个正在交谈之中呢 这下米达斯的这个部队也是出现了 这样的话我们依旧是要迎击这一些敌人 位置的话也会发生改变 当前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击坠一些敌人数量 好吧对方就叫军人大哥好了 那么我们胜利目标是歼灭敌人 其实并不是要歼灭很多啊 这边呢就主要是把这几台小飞机尽量打一下 这个VSBR主要是消耗EN的 所以这个由于一文点数也是比较 现在也只剩95点了 虽然每个回合开始的时候 都会略微的恢复一点点 但是并不足以呢 就像这个武器的长天时 后边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认识 在射程内改变成为残弹 使用残弹系的武器吧 当然敌人的小飞机也是会主动过来攻击 所以我们尽量的快速击坠了 当敌人的数量削减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触发这个游户 那么这样这一关就可以正式通过了 直接一波光束冰刀 射到过程的游戏不会还好 伤害并不是很难 由于铁壁这个技能它是需要的SP点数比较多 所以用不了了 那么铁壁和不驱的区别是在于 不驱是可以削减敌人7%的伤害 但是只能削减两次 而铁壁的话就在接下来的 包括我方主动进攻和敌人进攻的整个回合内 可以为我方削减敌人4分之3的一个伤害 它的描述是将敌人的伤害降低到4分之1嘛 这个效果的话 其实是可以和机体的一些护盾之类的这个技能成为搭配 然后直接击破这一台 结束回合 由于射程比较远 我们打不着 我们就直接闪敌 对方也回防命中 然后这个的话打了一下 只有十几的命中 接下来下一个回合 这然后还有一艘战战 战战这里21比1吧 不过我们毕竟加了一个破区 就算被命中也没办法 也就是一两百点的伤害 然后这个回合的话 我们主动攻击那两个小飞机 把那两小飞机赶紧打掉 我们用机关炮 把对方800多个血量 直接打掉了 再次消灭掉一台 还有一个小飞机过来 这边的话直接使用 这个近战的武器 所以说他的水量 不是特别多 用烙铁识别器 3000 这个是蛮选的 刚才 这个就是刚才 那个没有反 没有反击道 由于射程比较远 那他过来打一下 这的话用头部火神炮就可以了 用这个头部炮 弹炮 直接把这个弹进 还有一台战进 这台F911也是已经弹进两绝了 好 那么这样就结束了 敌人最后一波的援军 这个联邦兵的话 为了掩护托比亚的撤退 也是在此作为断后 当然他肯定是没有机会逃出了 一个是现在这个 现在刚才这一波炮机 已经把他的这个F911上面的推进器给坏了 还已经跑不远了 当然托比亚就要继承他的意志 继续的前进了 那么不管怎么样吧 这个也算是悲壮的 这个也算是这个不连猫兵悲壮的一生 好吧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关注我 您还能看到更多游戏流程视频 那么您的关注是我制作视频最大的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就算了 我們要來這裡 失礼,但... 有什麼事情有的呢?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繼續玩遊戲 貴様! 大佐的決定に異を唱える訪問嗎? 好,Angelo大尉 巴拿寺君は、 遊戲に対する姿勢の話をしている 確かに中途半端な感は否めんか 何より君自身が、 この先を知りたが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 それは... 答える義務、あるんでしょうか? 先ほどからふざけた口を... 舐めんなよ、小僧! やれ、やれ やはり我々には少し休息が必要なようだ ゲームというものは、 楽しくプレイするものだからな